大家好,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夫每日一字,这个谢 谢下来的谢字 那谢字呢,左边的赵孟夫在这边已经简化了 本来的笔画还有一个横画 那这个现象在那个玉 皇帝那个玉 玉石的玉也是一样在这儿出现这样子 那我们先看一下凯树的写法 首先呢,这一批横画 然后再一个长横画,树画 左边呢是一个横画,然后这边是勾上去 右边是一个支 挑起来 大概是这样的写法 好,那再来呢,就稍微用这种凯树的形式 让笔画稍微连贯一下,就是所谓的形凯树 好,来,笔画我们不要做省略 但是整个动作呢,就流 比较流畅一点 所以呢,要从凯树跳到形树呢,大概就是把一些笔画做 连续动作就差不多了,大部分都可以这样子 好,再来就赵孟子一个 他省略还是有从凯树来 好,来看一下 我稍微小一点,跟他一样 好 点 跳上去 右边这个小小的 好,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呢,我们来看比较省略的方式 好,直接开始 右边这个省略 但是我们先从这里来 左边还是跟这里一样 但是连贯,他整个连到右边 右边这个长笔画变成一个点 好,这常常在草树里面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,注意哦,这里过来 书画还是一样 点都一样,但是这里就不一样了 好 好,这是蟹的一个 接近行输到草树之间的了 好,那再来继续看一下 我们就从这边来 所以这两个都有 来看一下 在这点里面,大家都可以去查一下 两种写法都有 一个是省略上,一个没有省略 好,最后面的最简单的写法 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省略了很多东西哦 左边这里注意看哦 横画 这样,其他都不要了 上来 好,直接写右边 好,要注意变成两个横画而已 好,这是蟹的 这种不容易去分辨 要特别留意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